沒有後悔 也沒有覺得說不要衝動 我很感謝我每一次的生活的經歷 不需要覺得說是怎麼樣 因為他人生就是這麼一直在發生 你也不想下一秒 或是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你當下你就是要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你要繼續的過你的日子 特地無關進度現在如果時程的話 你現在進到幾程 那我起程我覺得應該已經在後端了吧 我覺得應該會差不多了吧 我期待嘛 我也很希望就是可以 就大家好好過日子這樣 謝謝 這對於夏克莉你發表的 聊天節有回應什麼 其實我說實在的 我覺得大家的目光跟眼光 放在別的地方 因為我的事情真的是很 沒有那麼重要 那現在就是 我們就是該工作該生活 我們就是這樣做 對 出擊到一些朋友 比方說他要考慮 郎姊的部分 會不會覺得很心疼 我相信郎姊她會有自己的方式 跟她自己的做法 所以這個我應該是不用擔心的 剛剛導演有問演員們說 就是要給20年前的自己一句話 那嘉謙姊姊妳會給20年前的自己說 不要衝動結婚嗎 我很感謝我每一次的生活 人經歷 都需要覺得說 是怎麼樣 因為她人生就是這麼一直在發生 你也不想下一秒 或是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你當下你就是 要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你要繼續的過你的日子 沒有後悔 也沒有覺得說 不要衝動 都是這樣在過日子 我相信你們轉過去看的時候 到長大 覺得那個都會讓我們成長 那領悟觀察進度 現在如果時程的話 你現在進到幾程 那期程我覺得應該已經 在後端了吧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期待吧 我也很希望就是可以 就大家好好過日子這樣 好可惡